剪映自动上字幕 完胜Premio Pro 这集影片我将会教大家 如何用剪映来自动上字幕 欢迎来到网红课堂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 郑宾宁愿 西东人口终于会对了 我真的很久没有更新影片了 真的非常的抱歉 废话少说 今天马上教大家 如何用剪映电脑版 快速上字幕 相信按用手机剪辑的朋友 一定对剪映不陌生 对剪映手机版 真的是太方便了 那我自己本身呢 是没有用手机剪接的习惯 所以我就一直很期待 这个剪映推出电脑版 终于终于 它推出了苹果 还有windows的版本 那我将会在这个描述栏 提供这个下载连接 大家可以去点击下载哦 因为是免费的 在开始我的教学之前 我就要先来录制一段语音 那今天我就尝试念 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 菲道尔的一首很出名的歌 阿拉斯加海湾的一段歌词 来测试 这个剪映的这个语音识别能力 到底有多强 上天啊 难道你看不出我很爱他 怎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 你要拆散他们啊 上天啊 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 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 有个人在想他 以后的日子 你要好好照顾他 我不在他身旁 你不能欺负他 别再让人走进他心里 最后却又离开他 因为我不愿 再看他流泪了 好 当然刚才那个歌词 非常的简单 所以呢 我现在呢 再尝试录一段 比较难的 好 今天的这个剪映专业版 那这个剪映呢 目前呢 是只有中文版本 他没有英文的版本 所以呢 因为 毕竟他是 中国人发明的嘛 那可能不排除他 之后会推出这个国际版 然后呢 点击这里 开始创作 好 再导入素材这里呢 就把刚才我们录制的这段视频放进去 我们先测试这个阿拉斯加海湾 好 我们现在呢 拖进这个时间轴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上面呢 有一个文本 点击进去 然后呢 旁边左边有一个识别字幕 点击 这里呢 有一个开始识别 然后点进去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哇哦 不到十秒的时间呢 他就已经识别出来了 现在我们马上呢 来播放看看到底他识别的准确率有多高 上天啊 难道你看不出我很爱他 怎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 你要拆散他们啊 上天啊 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 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 有个人在想他 以后的日子 你要好好照顾他 我不在他身旁 你不能欺负他 别再让人走进他心里 最后却又离开他 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 哇哦 我觉得他的这个准确率很高耶 他只有这个语气诸词哦 就是这个上天啊 然后呢 他写成这个上天啊 因为也跟我的发音有关系啦 然后呢还有一个错误呢 就是他只是把那个我很爱他的他 识别成 人字边的他 那我觉得这个也不能怪这个系统嘛 因为他不知道我们说的他到底指的是男生还是女生 所以他的准确率是高达99% 所以我觉得蛮厉害的啦 我相信目前市场上没有一个这个自动听写能力可以超越这个减硬的 因为他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好现在呢我们来测试第二个影片 升屁字 同样呢点击上面的文本 然后呢再按识别字幕 再点开始识别 哇哦同样呢不到10秒的时间呢他就已经识别出来了 我们现在马上来播放看看到底他识别的准不准确 那对于这个升屁字呢这个影片呢 他的准确率其实差不多只有60%到70%左右 像这个航线衣器呢 还有这个 凤为归孽啊龙形答答啊都有出现错别字 像不狼不幼啊他也是有错别字 嗯 虽然这个准确率不是很高啦但我觉得日常生活中我们其实也很少会说到升屁字了 所以整体而言我觉得他的这个识别能力还算是不错的 好那同样的一支影片呢 如果我把它拖进去Premiere Pro的话要多久的时间才可以打完字幕呢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们现在打开Premiere Pro 我们就直接测试这个阿拉斯加海湾好了 我们把阿拉斯加海湾的这个视频拖进去 Premiere Pro呢目前呢是没有这个语音识别的功能的 所以呢就只能点击这个Graphic 然后呢在人工手动的方式呢逐字去添加字幕的 好我们现在来上字幕喔我们先新建一个text OK现在是8点25分好我们现在开始计时我们看要花多久的时间 先随便放一个字体好了 OK这个呢就是我自己手动上这个阿拉斯加海湾的歌词 可以看到我用了差不多接近4分钟啊 3分钟多的时间才把这个歌词给上完 可是呢刚才这个检印呢 只用了不到10秒的时间就把它给上完了 而且呢准确率高达99% 总结而言我认为检印电脑版的字幕功能完胜Premiere Pro 当然我这里指的是上字幕的速度而不是字幕的设计功能 对于很多YouTuber而言上字幕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 因为大部分的YouTuber都是一个人在工作没有任何的团队 YouTuber呢自己要包办剧本啦拍摄啦剪接啦真的是一个很累很累的事情 尤其是上字幕一个影片是可以花上一整天 当然我不认为检印可以取代Premiere Pro 因为呢有很多的功能检印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但是我推荐大家使用Premiere Pro来剪接 然后再用这个剪印来上字幕 这样一来就可以大大提升剪接的效率 那么多出来的时间呢就可以做更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啦 好 今天的网红课堂就到这里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你对检印有什么样的看法 和希望我推出什么样的视频 最后的最后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是马来向南台 郑明燕 我们下次见 拜拜